好冷 怎么回事 还在装罪 给我打他 打喜这个人渣 咦 这不是邻居张审吗 王大爷 还有大额审 这些不都没了吗 他们怎么出现在这 还有 自己不是在签署一个 价值数百亿的合同吗 自己这是回到三十年前了 重生了 眼前这个场景 秦林实在是太熟悉了 前世音好奇偷喝了老爸的呼呼酒 躁热难耐 出去溜完 结果路过村长家 借着村长家灯光惊鸿一瞥间 透过窗户缝隙 看到了徐倩那张绝美的容颜 然后一个没忍住 借着酒精翻进了徐倩的房间 然后睡了村长的女儿徐倩 这件事被徐倩的弟弟发现后 他便被全村的人绑起来 秦林被徐者打断了一条腿 之后选择逃离了村子 而徐倩则因为村里村外的流言蜚语 嘲笑他没人要 男人宁愿跑了 也不愿意娶他 让他不堪忍受 三个月后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投合了 当时秦林得知消息后 追悔莫及 他回到城市之中 带着后悔 在外拼搏闯荡 改过自新 并拿起了十多年没接触过的书本 通过书本上的一些知识 快速积累了自己的初始财富 然后越做越打 直到拥有让无数人羡慕的天忆身价 可是这些年 只要一到晚上 他脑海中就忍不住浮现 那个明明只在他生命之中存在很短 却让他铭记一辈子的女人 因为他拥有千亿家产的秦林 没有再娶妻 就在秦林还在回忆人生的时候 一阵剧痛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确定是真的重生了 敢欺负我姐 看我打断你的腿 村长 求求你 放过他吧 他还是个孩子 我把命抬给你行不行 别动小林 村长 这秦家的小子 平时就是个混账 打架斗殴 有手好闲 干脆打洗算了 宋官 必须让他坐牢 祝宠 徐倩多好一个孩子 就这么给他糟蹋了 洗刑 必须洗刑 秦林倒吸一口气 顿时自牙咧嘴 确定了自己是真的重生 不再是噩梦之后 秦林开始忍着痛 脑中飞转 而这时 徐倩已经拿起旁边的 一根烧火棍 秦林顿时色变 就是这个东西 导致自己终生残疾 等等 你小子终于肯说话了 杜庄了 秦林就你这个熊样 也配动我姐一根手指头 等等 我有话说 让他说 看看他怎么说 你只有一次机会 警察马上就到 说什么赶紧送官吧 这种流氓留着也是祸害 秦林深深吸了口气 舔了一口唇边的血 也不畏惧地对上村长的眼神 说道 徐说 我对徐倩是真心的 我是想娶她的 昨天 昨天 喝了酒 所以才 什么 徐倩未来有希望 在大城市里面闯荡的大学生 你就是的村里闲散人员 天天投鸡摸狗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谈什么真心 就凭你 也想娶我女儿 来你跟我说说 你拿什么去 全村知道这秦铁跟家 穷的都要揭不开锅了 还不争气 但凡家里有点钱 不是被秦林拿去喝酒去了 就是拿去堵了 在整个村里 就属秦林家 属于最穷的那几个 爸你别跟他掰扯 打一顿送给警察 看他们怎么处理 只要徐倩愿意 我秦林愿意八抬大叫 娶她回来 定理三千 三斤三大斤 礼金一万 样样不缺 我一定会对徐倩好 天地可见 徐倩 给我点时间 只要三 三个月 三个月后我娶你 个月后 拿着聘礼来我家提亲 姐 你不能这样 难道你们要逼死我吗 徐倩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就同意秦林说的话了 就是就是 难道她不知道 秦林就是个混子吗 秦林 这是我姑娘给你的机会 如果做不到 等着吃饶饭吧 哎哟 我的儿呀 妈 对不起 倩儿是个好孩子 咱老秦家不能对不起他 砸锅卖铁 也得让秦林积了这次婚 三千块钱的定金 咱家一千都拿不出 我们去哪里找三千来 还有三金 三大件 电视 血衣机 缝纫机 又得五六千 最后还有彩礼一万 哪怕把我们秦家掏空了 那也没办法做到 这钱我去想办法 不管如何 是我老秦家对不起徐家 老爹肯定去找亲戚们借钱 如果借不到 你老爹的性格十有八九 会归下来求那些亲戚 爸妈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敢 你要是去找你那狐朋狗友 我跟你说 你就别有我这个店 儿啊 可别去 明儿我去你一家问问看 咱可别再走歪门邪道了 放心 结婚是喜事 他们不至于 放心爹娘 我真的有办法 请你们再信我一次 我虽然钱是掌管千亿 但我现在急需一笔初始用金 来应取取借 股票 超市 商场 这种离我还遥远 一万块钱彩礼 三千的订婚金 九七千亿千 各种新衣服 铺盖 仔仔细细算下来 至少两万 一个月 时间虽然紧张 但是应该足够了 二壮 你这么着急 你去哪儿 哈哈 林子哥呀 我赶上班去 这都十一点了 去上班 我也去 过去转一圈就回来 林子哥真猛啊 听说这村长女儿 都被你拿下了 胡说 那是你嫂子 真的假的 林子哥你认真想结婚过日子了 咋 就允许你爸妈双职工家庭结婚 我们就不行 呸 啥双职工 还不知名咋样呢 怎么回事 纺织厂不行了 天天换领导 天天新政策 没人管了 不然你说为啥十一点了才去上班 在印象中 防制厂这种东西 两年倒闭了 在北方原料运输成本太高 加上人员冗杂 稀构臃肿 经营不善倒闭也是正常的 走 带我去你们厂子看看 怎么早就有下班的 你以为呢 刚都跟你说了 过来打个转 就算上班了 林子哥我跟你说 这厂子里现在 仓库里的货 堆着一大堆 处理不掉 去看看 二壮 你先去打卡 嗯 先去转一圈 我随便转转 好嘞林子哥 我跟你说 不急回去 晚上咱去乡上舞厅玩 我先去对面拉面店 观察一下 来一碗肉搔子面 哈哈哈哈 纺织厂机会涌多 乡上的年轻人 崇尚潮流 追求时尚 财力前有着落了 你是干什么的 看什么看 快走快走 没事 散散步 散散步大哥 哪个错来的 散步 这是库房重地 是你散步的地方吗 大哥来一个 这不闲着没事儿吗 我去和花 戏汗物啊 挺会来事儿 说吧 是不是来收破烂的 收破烂 大哥真是阅人无数 知眼力 没错 兄弟就是想来问问 这场子里的破烂 你这样的人 一天我能看到几十个 还别说破烂这个事儿了 还真的我就能做主 诺 看见没 我靠这些布料 哪里是破烂啊 都是是完整的布料 花花绿绿的这些人 绝对赚了 我要是把这些布料 稍微收拾一下 拿出去就能卖很多钱 大哥 这多少钱一间 这当然要看小兄弟 要什么等级的货了 大哥 那您说说 很简单 真正的边角料 两毛一斤 好一点的整块布 三毛一斤 还有当然就是最好的 我就不说了 原来他们实在 以废品的价格 偷偷倒通纺织厂的布料 在卖啊 这厂子笑意不行 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了 都想多捞点钱 怎么着 要不要 大哥要要要 随即秦林拿了一个空袋子 站到后面开始排队 你到底是什么人 年年轻轻的干啥不好 来抢破烂 我儿子要是这么不整齐 找不认他了 林子哥 你这是干啥 害我找你好久 不是 咱不是说好去舞厅的吗 不去了 赶紧把你口袋里面钱拿过来 顺便把自行车骑过来 走 回去跟哥发财去 发财 就这 二种 信不信 就这三毛带布料 哥给你把你嫂子给取回来 你小子好好记着 今天找你拿的钱 你哥我要带你发财了 林子哥 你脑子比我脑子好 你说行 那就行 二种前世 引老爹缺钱做手术 当了货车司机 后来意外车祸离世 重活一世 好好帮帮他吧 秦林为了彩礼 居然开始收破烂了 本来就是混子 现在还收破烂 真丢秦家的脸 秦家真倒霉 歉 你们这些势力 回头让你们惊叫下吧 秦林人还没到家 收破烂的消息 却先到家了 爸妈 我回来了 爸 妈这是 爸 妈这是 爸 我没说错吧 秦林开始收破烂了 秦家怎么出了你这个祸害 秦林你想靠收破烂 去徐家大学生吗 我看你是疯了 姐 姐夫你们怎么来了 你姐和你姐夫听说你的事 特地从镇上赶了过来的 年年轻轻的 哪怕下地干活 也不能去收破烂 你这是投机倒把 还是低级的投机倒把 不管是秦家还是徐家 都丢不起这个脸 在北方的家庭观念中 认为收破烂的都是失忆人群 最底层的存在 谁都看不起 所以再穷都不能收破烂 姐夫我知道你是急需用钱 才收破烂的 我跟你姐这里还有点存款 你先给你拿去用 小林 要是徐家翻脸 我跟你姐夫帮你扛着 听话以后别再收破烂了 姐姐夫 这是你们就别担心了 邦欣绝对能赚够钱 风风光光迎去徐县 妈 请您看看 这是破烂吗 这块布料骑马三尺吧 能做一条裤子了 嘖嘖嘖 还这么新 老弟老妈 这就是我准备做的赚钱项目 卖衣服 秦林身为二四年的重生者 他知道九零年是时尚开始的热潮 也是喇叭裤的时代 而秦林的母亲黄桂花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采访 秦林姐姐也继承了母亲一波 所以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对秦林的恩赐 卖喇叭裤 俺就说林子哥脑袋瓜好使 原来你想搞这个 这布料质量真不错啊 就算做成裤子 五块钱一条 也赚疯了啊 爸妈 姐 你们觉得怎么样 弟 你是打算做成成品再卖啊 那是当然 如果低下收来 再低下卖的话 猴年马月才能取上媳妇 我们进行加工再生产的话 那情形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获得大额的利润 这三大包布料 拨手估计也能做上千件成衣 就算五块一件的话 保底也有五千块 你这婚礼的定金和酒席钱就都有了 剩下的就只要筹备彩礼钱就行了 弟 还真有你的 你这是撞了狗屎运了啊 小月 你弟弟什么德行 你不知道 怎么还夸起来了 不是我给你们泼冷水 就算这不料能做出上千件衣服 徐家村总共几百户人家卖给谁 哈哈哈哈 谁说 我要再跟徐家村的人做生意 咱们要把格局打开 城里的人多啊 区区几千件衣服 他们还是能够消化得了的 哼 你说的倒是轻巧 他们一个个都鬼惊鬼惊的 谁看得上你做出来土不拉几的衣服 这个就不老姐夫费心了 到时候我负责设计 妈和姐负责制作 肯定能大赚一笔 我前世见过了多少国际潮流 只要随便挑一两样出来 就能够亮下大家的太和金眼 哈哈 你一个连码头香都没出过的香吧了 还谈什么设计 快别让人笑掉大雅 哎呦 咱爹好不容易不混了 你别打击他 不过啊 小林 你姐夫说的没错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懂得比你多 林子 外面的水太深了 你把握不住 秦林知道 在没成功之前 过多的解释没有用 那就是对牛弹琴 只会浪费口舌 好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姐 赶紧回去做饭吧 二壮 今天谢谢你了 晚上留下吃饭吧 林子哥 我 我想跟你一起卖衣服 你就带上我吧 我可以帮忙做苦力 二壮 跟着我 你就不怕我赚不到钱吗 你看 刚才他们都怀疑我 林子哥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我相信 只要我们勤劳肯干 衣服一定能卖出去 大不了我背着上 隔壁村去卖 二壮老师忠厚 敢听敢闯 是非常适合 作为合作助手的人选 好 就让咱们兄弟 好好地大干一场 林子哥 我没文化 啥都不懂啊 没关系 只要走对了方向 财富就会自动找上门 今天的林子哥 跟之前好像有点不一样 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哇 林子哥 这些衣服 都是你设计的吗 当然 我早就想好了 我们先自己做衣服 然后跟商场合作 等后期 我们有了资金 可以自己开专卖店 甚至可以将纺织厂盘下来 自产自销 总之 只要肯努力 有的是机会 林子哥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你说的头头是道 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 有什么用得着我的 你尽管使唤 二壮 咱们自家兄弟 我赚了钱 自然不会亏待你 今天你陪我逛了一天 现在肚子也饿了吧 今晚 你就在这吃晚饭吧 重活一世 有了迎娶徐倩的机会 又跟昔日兄弟重逢 蒸点好菜 庆祝一下 儿子 你在忙啥呢 要不要帮忙 妈 你一边歇着去 我要做的这个 你不知道怎么做 老头子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儿子变得 有一些不一样了 啥不一样 我没觉得 咱们儿子平时 什么进过厨房 刚才我问 要不要帮忙 还直接拒绝了我 这小子平时有言不尽 什么时候做过饭 可不是吗 我昨天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不 今天又弄来这么三大包东西 还说要卖衣服 你说咱们儿子不会重鞋了吧 嗨 你别瞎想了 可能是因为儿子要娶媳妇了 所以心里高兴也说不定 跟你说没用 我还是去给祖宗多上点香 求祖宗保佑我家阿琳没事 既然老天给了我改过的机会 那我就不会再逃避 疯疯疯疯疯地迎娶徐县 努力给家人带来美好的生活 终于做好了 林子哥 做啥好吃的 咋之香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林子哥 这是啥呀 我咋从来没见过 好吃的东西 赶紧尝尝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香辣的感觉刺激的味道 四只百财都舒服到了几点 这是忽恋的味道 咋了 二壮 是不是很难吃 难吃就别勉强 给你林子哥吃就行了 林子 你是不是故意做的难吃 好自己多吃 不不不 大伯 你们误会了 是这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二壮 别故意为难自己啊 是真的 大伯 大婶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们自己也尝尝啊 林子哥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妈 你尝尝我的手艺 他妈儿子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给你做吃的 嘿 孩子他爸 这面条还真带劲 你也尝尝 不就是儿子破天荒下了刺厨吗 至于吗 我尝尝 这面条确实是不错 这可是来自陕西的油封面 我行事的拿手就火 不好吃才怪 林子哥 今天谢谢款待 改天上我家 我请你吃肉 明天我过来找你 有事尽管招呼 二壮 都自家兄弟客气着吗 明天见 林子哥 小林啊 二壮是一个老实人 是我们看着他长大的 你可别坑他 咱们家虽然穷 可不能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原来是妈怕耽误了二壮的前程 毕竟二壮在纺织场算是铁饭碗 妈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绝不会乱来的 况且这三大袋不了 就算直接买给不好 也值不少钱呢 怎么都亏捕了 那行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对了 那些服饰 你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个 其实都是我从报纸上看到 人家国外早就有了呢 我总不能说我是成熟者 是从前世学来的东西吧 说出来也没人信 原来是这样 妈 这些样式你应该能做吧 这个你放心 只要有图案 做出来肯定是没问题 那太好了 这两天要麻烦妈一下 帮忙多做些衣服 儿子就指望着这些衣服 将媳妇取进门了 老妈本该想服 结果还为我这破事操心 哎 你小子 什么时候这么肉麻 还知道关心你爹妈了 等将这段时间熬过去 到时候去城里聘请裁缝 妈 时候不早了 你和爸先回房去休息吧 爸 妈 你们这是没睡 还是刚起床 我跟你爸睡不着 所以干脆就起床做衣服 爸妈 做衣服不用那么拼啊 只要儿子能娶上媳妇 我们就有始不完的劲 可惜你妈速度有限 才做了这么一些 这起码一百多件吧 看样子 爹妈一宿没睡 爸妈 你们去休息 做衣服不急 这一时半会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林子哥 怎么样 我没有来晚吧 没有 来得正好 二状实在是太行为了 果然是一个该实事的人 那就好 昨晚我回家越想越激动 能够跟着林子哥做事实在是太好了 这是我爸妈通宵做的衣服 今天我们去镇上把它卖了 二状 你干嘛 摆地摊啊 咱们不是要卖衣服吗 这里人多 我们就在这里卖吧 我们是要卖衣服 但不是这么卖 摆地摊的话 咱们的衣服卖不出什么价钱 就算是卖到太阳下山 也未必卖得下去 啊 那你说怎么卖 卖东西不就是往地上一摆 然后就进行吆喝吗 你跟我走就是 林子哥 来商场干嘛 你是要去买东西吗 不 我们是来卖东西的 今天 是要将这些衣服 全部卖给商场的老板 啊 不能吧 商场老板能买你这么多衣服 你待会就知道了 二童现在的思维还比较不化 只有前一幕话的 慢慢对他进行吞奏吧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快走快走 我们是来卖衣服的 你们两个穿的还土不拉几的 竟然还说是来卖衣服的 你们两个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们至少也是客人 你就是这样对做生意的 哼 做生意就凭你们 你们也配跟我做生意 也不照照镜子 自己是什么德行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又不偷又不抢的 你凭啥瞧不起咱们 就瞧不起 你们怎么了 你们除了会种地还会做什么 走走走 赶紧滚 别弄脏了我的地 二壮 咱们是来卖衣服的 没必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林子哥 我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一顿不可 大不了去蹲几天 别这样 二壮 难道狗咬你一口 你还要咬回来吗 我们现在是要做大事的人 我倒是没什么 就是见不得他这么侮辱你 哎 罢了罢了 现在怎么办 我说在外面摆地摊 你不信 非要进商场来卖 现在碰了一鼻子灰吧 我们走吧 这里不欢迎我们 站住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说谁是狗呢 哟 我们又没有指名道姓 你自己干嘛非要的对号如作 哦 我明白了 你这是承认自己是狗了 你们两个是纯心来 消遣我的是不是 今天你们不给我磕头道歉 就别想出这个门 让开 否则羞怪我不客气了 我不跟你们这些野蛮人动粗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城里人的排名 保安 保安 赵经理 什么事 这家伙手脚不干净 偷了我店里的衣服 全部都在他的袋子里面 你们快点将他们两个拿下 将他送去派出所 你冤枉好人 我们根本就没动你的东西 你说没偷我的衣服 那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空口无凭 你把袋子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你 这些衣服都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笑话 你一个土包子会做衣服 哼 休要怪我心狠手骂 怪只怪你们 不该顶撞 你说你的衣服 在我们的袋子里 假如这里面没有你的衣服 怎么办 假如里面不是衣服的话 我当众给他磕头道歉 小子 还嘴硬 跟老子斗 还是太嫩了点 保安 给我送 且慢 用不着你们动手 我自己来 银子哥 这 怎么 现在知道害怕了 告诉你 晚了 你高兴的太早 不是吧 没想到这两个家伙 真的手脚不干净 本来我们 还有点同情他 没想到 他们真的是如此 肮脏 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们别听他瞎说 你们可看仔细了 这些衣服 是你们商场的吗 你们有这样的衣服 不是吧 衣服还能这样做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样式 赵经理 你这是搞错了吧 这些衣服 绝不可能是你们商场的 90年衣服款式单一 赵经理就是算准了这一点 栽赃限还与我 只可惜 衣服款式 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位朋友 你这衣服怎么卖 我想买一件 我也想买 你开个价吧 朋友 30够不够 不够我在家 这么时髦的衣服 好想拥有一件啊 大家别急 这些衣服 还没有正式开售 大家稍安勿躁 现在可不是卖衣服的时候 要放长线钓大鱼 相信大鱼很快就要上钩了 怎么样 现在是你兑现自己说过话的时候了吧 什么情况 赵经 发生了什么事 别人谈灰 这个商场的老总 请问你是 这人虽然穿着普通 但是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自信 此人非富即贵 免归性情 单名一个林子 啊 原来是秦先生 不知道光临商场 有什么指教 我妈 原本是想来给谭总送财富的 只可惜你手底下的人好像并不怎么欢迎我 还有这事 赵经 还不赶紧给秦先生道歉 秦先生 对不起 我有眼不适泰山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我这一回 走吧 你被解雇了 今后不要让我在这个商场见到你 秦先生 你打算怎么跟我合作 林子哥面子真大 手底下管着几百号人 竟然对秦林这么尊重 自己这次跟对人了 咱们开门见山 现在是新时代了 讲究合作互利 如果谭总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我正有此意 不知道秦先生打算如何合作 我这里有两条方案 一 衣服借用你的商场进行销售 每一件衣服 我给你五块的提成 二 你一次性将我的衣服买断 销售价格由你来定 我盖不过问 不知道你一下如何 无论谭总选择哪一条 对于我来说 都是稳赚不赔 秦先生 假如买断的话 你的衣服打算怎么买 三十一件 盖不讲价 这衣服 三十一件的话 三七十八 三八二十一 不对不对 反正我们是要发了 行 没问题 这样吧 秦先生 我直接给你三十五一件 承包你以后的衣服 没问题 成交 自己这第一炮打响了 总算是缓解了一下 目前的经济压力 跟前仪式比起来 这区区几千块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但这个年代 三千五百块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林子哥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压根就不相信 用几十块钱买来的布料 却卖出了这样的天价 林子哥 还真有你的 你简直是神了 这根本不算什么 今后你会觉得 这么点钱 根本不值一提 两天前的话 你这么说 觉得你是在吹牛 但现在对你特别特别相信 二壮 这两天 你跟着我东奔西跑 实在是辛苦了 这五百就算是给你的分成 不不不 林子哥 这钱我不能要 而且你最近要结婚 需要钱 我哪能这么不知好歹 好兄弟 你实在是太仗义了 这次的钱就先记下了 等我结婚那天 你一定要多喝几杯 一定一定 那一天我一定不醉不归 太阳下山了 我们回家吧 林子哥 今晚我就不去你家蹭饭了 我回家了 有事你招呼一声 哎呀 是徐大娘啊 大娘 你如今岁数大了 身边没有一个人照料你 可不行啊 其实城里的生活 也挺不错啊 有儿女在身边照料 多少方便些 秦林 怎么是你这小子 你赶紧走 我这里不欢迎你 大娘 过去是我不懂事 经常上你这拿东西 以前的秦林酒饮散了的时候 就上徐老太太的小卖铺里 来拿钱 顺便顺一点东西 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 以前我拿过你的东西 我现在可以全部奉还 这钱你先拿着 以前的小林游手好闲 嗜酒如命 兜里更是连个球都没有 今天是咋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徐大娘望着手中的钱 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这跟往日印象中的秦林 差别可实在是太大了 秦林看得出徐老太太的惊讶 过去的自己竟做出如此荒诞的事情 徐大娘 是我过去 对不起你 我不是东西 你原谅我吧 哎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要是真心知错了 那也不算晚 对了 听说你跟村长家的女儿 徐倩订婚了 是的 但是这件事情 还没最终订下来 所以 我没有通知你 徐倩可是一个好姑娘 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希望以后你能够好好的珍惜她 大娘请放心 我今后必定会好好善待徐倩 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秦林重生后最大的愿望就是 去徐倩 好好照顾爸妈 其实根本不用徐大娘提醒 秦林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那就好 你结婚需要钱 这些你拿回去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这怎么使的 这些钱大娘你务必要收下 这些钱你拿回去 就当是大娘的随理了 你如果非不肯要的话 今后你就别再上我这店里以来 那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秦林跟徐老太太寒暄了一阵 商量好今后老太太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叫她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东西的 徐老太太可以看出 秦林已经是彻底改变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我可告诉你 千万不要打我这小卖铺的歪主意 大娘你放心 我已经立誓要走正道了 是吗 那你不妨说说看 是这样的 最近我在做衣服 到时候想放到你的小卖部来卖 你看怎么样 这样啊 没问题 到时候你将衣服尽管拿过来就是 可是小卖部卖的都是一些日用品 你能卖几件衣服 大娘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只要将这些衣服挂在门口就行了 徐大娘的儿女为了照顾徐大娘的生意 经常有一些镇上单位的人来进行采购 到时候捡到门口的衣服 难免不动心 那好吧 如果衣服卖不出去可不怪我 那太好了 先谢谢您老了 大娘 您先忙我回家了 秦林 你怎么还在这晃悠 三姐 出啥事了 这么着急忙慌的 快跟我回去吧 家里出事了 到底啥事 你老丈人过来了 叫嚣着非要退婚不可 正在院子里闹呢 怎么会这样 我以为这是能原本解决 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了变故 姐 我先走了 姐 发生什么事了 别怕别怕 万事有我在 我爹 他非要逼着我和你退婚 让我嫁给村里的杨三毛 我 我 杨三毛是镇里出了名的混混 在村里欺男霸女 如果徐倩嫁给这样的人话 那么一辈子就都毁了 我的糊涂老岳父啊 那 那你是什么主意 你当我是那般朝三暮四的人吗 我既然答应了你 生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如果俺爸非要逼我的话 那么我就只有以死明智 倩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选择后悔 呗 你快看 秦林那个回来了 秦林 赶紧离我女儿远一点 妹妹 你最好离这家伙远一点 跟着他你是没有出息的 不如听歌的话 嫁给杨三毛多好 不必跟着秦林捡破烂的墙 我记得 前世托人打听徐倩投合使音 徐倩收了杨三毛的三百块 徐倩强迫自己妹妹 嫁给杨三毛 这也成了徐倩投合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住口 呦哈 秦林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你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窝囊废 我妹妹跟着你能有幸福可言吗 简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徐倩 我之所以让着你 是因为看你是徐倩的哥哥 所以我才让着你 你却为了区区三百块钱 就把你妹妹给卖了 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哥哥 臭秦林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三百块 多可能啊 这是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你你血口偏人 小心我去告你 众人纷纷看向徐倩 见徐倩神色慌张 说话吞吞吐吐吐 不是吧 秦林说的真的假的 徐倩不会为了三百块钱 就卖了自己的妹妹吧 我看秦林在说胡话 她忙着说破烂呢 怎么可能知道这事情 说 秦林说的是不是真的 妹妹 你可千万别听秦林胡说 你一定要相信我 不要听外人的挑拨离间 咱们只要将杨三毛叫过来 当场对峙就行了 怎么样 你敢不敢 这 个吗 徐倩 你怕什么 将杨三毛叫过来 一问便知 对啊 这样至少可以让秦林闭嘴 将杨三毛叫过来 多简单的事 立马就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众人开始起哄 却见到徐倩没有反应 这不禁引起了大胆的怀疑 该不会秦林所说的 都是真的吧 我看她是无风不起浪 徐倩 你难道竟然真的为了三百块钱 就将你妹妹给卖了 如果真如秦林所说的话 你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 徐倩见到这样的情况 整张脸张的通红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这 别怕 有位父给你撑腰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咱们将杨三毛给叫过来便是 这样也好让全村人闭嘴 张刚 马强 你们两个去给我将杨三毛给叫过来 现在徐倩心里已是心急如焚 如果这件事被揭穿 到时候肯定会成为全村人唾弃的对象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早点溜之大吉 然而秦林早已经盯住了他 怎么了 心虚想要逃跑吗 没没 我突然想到家里还有事 徐倩 给我回来 徐昌的一声大喝 把徐倩吓得双腿就跟灌了千似的 你跑什么跑 赶紧给我回来 完了 全完了 徐倩赶到万念俱灰 此情此景 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回来 没过多久 张端 马强两人就带着杨三毛过来了 杨三毛还以为徐倩答应自己的事情已经成了 过来是跟徐倩确认身份的 老丈人 大舅哥 我来了 你们放心 假如徐倩今后跟了我的话 我一定不会亏待他的 有时你啊 你这个磨难费还有脸回来 你捡来的那些破烂都卖出去了没 哈哈哈哈 原本杨三毛看徐家答应了他跟徐倩的婚事 以为自己没有机会了 没想到 秦林去城里捡了三大包破烂回来 徐昌德之后勃然大怒 觉得秦林根本就不配做徐家的女婿 这才让杨三毛有了可乘之机 面对杨三毛的挑衅 秦林丝毫不以为意 直接从兜里掏出三百 将他丢到杨三毛的跟前 别白日做梦了 徐倩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拿着你的钱滚吧 秦林突然提到三百块 让他大吃一惊 秦林言辞早早 说三百块钱的事 这让他第一反应 就是徐哲出卖了他 徐哲 你什么意思 当初你说 一定会说服村长 将你妹妹嫁给我 我告诉你 拿了我的钱 你妹妹就是我的人了 这件事情 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的 杨三毛的话 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徐哲竟然真的为了三百 将自己的妹妹 卖给杨三毛 兔崽子 赶紧回家 别给我在这丢人现眼 徐倩越想越生气 如果不是秦林的话 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被卖了 这不是将自己往绝路上逼吗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有我在别怕 将你的张手放开 徐倩是我的 你不准碰他 杨三毛 你别甜不知耻了 徐倩什么时候变你的了 你自己什么德行 就你这样的野配 我看你才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还不快走 怎么走吧 别惦记我未婚妻了 众人对杨三毛 没有一点好眼色 杨三毛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众目 留在这里 肯定是讨不了好处 虽然对秦林恨的牙痒 可是不会奈何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迟早我要将徐倩抢过来 让她成为我的女人 秦林 谢谢你 如果不是秦林 及时拆穿徐折的真面目的话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臭小子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庆家公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必生气 以免气坏了身子 是啊 庆家公 咱们进里面坐坐 谁是你们庆家公了 就你们野配 咱们两家不是都已经订婚了吗 没有订金 就不算订婚 徐昌依然是不依不饶 虽然杨三毛的事情 已经是弄清楚了 徐昌依然还是不想 让自己女儿嫁给秦林 庆家 村村长 你难道想反悔不成 反悔又怎么样 你们这样的家庭 根本就不配跟我们徐家解禁 你看看 你看看 满院子都是碎布料 还说你们不是捡破烂的 谁说有布料 就是捡破烂的 秦林见到自己父母受欺负 自然是不能接受 立马就站了出来 秦林 你小子竟然敢跟我顶嘴 徐昌怒而视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秦林 然而 秦林早已经不是过去的秦林了 面对徐昌的威胁 秦林一点都没有退缩的意思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就因为道听途说 就说我们家是捡破烂的 这就是你做村长的作风吗 小林 你怎么能这样跟村长说话 说下去 就像这满院子的碎布料 凭啥就能作为我是收破烂的依据 我就不能是干点别的 你家里就不做衣服了 就没有碎布了 那你说说 你们家这么多碎布都是怎么回事 我这些全部都是生产衣服剩下来的 而且将来我还要扩大生产 带领全乡人共同支付 秦林到时候会做衣服的人都请不来 这样寄给了大家就业的机会 同时也可以趁着绑织厂这个红利 多生一些衣服 假如秦林说的这一切 都是真的该多好啊 秦林都这样说了 本以为徐昌会因此不再坚持下去 然而徐昌我的心一般要给秦林难穿 生产衣服 共同致富 你白日做梦的 村里谁不知道你有手好闲 别以为随便给大家画个大笔 我就相信你了 徐昌做村长正总员了 之前也遇到过外地企业家过来画的 但最后无辜是不了领志 徐家村吧长大的地方 谁没听说过秦林的民生 就他 别人大企业家都完成不了的事情 他能做成 徐昌压根就不相信秦林所说的话 觉得他只在空口说大话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争气 去收购乱败坏物徐家民生 现在废话少说 拿三千订婚金 如果拿不出 这门婚事取消 徐昌就是想要让秦林是拿而退 在他看来 秦林是绝不可能拿出订婚金 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取消婚礼 村长 当初咱们可是说好一个星期时间的 你叫我们一下子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 那我可不管 我没有当时力气让你们拿订金 就已经算是对你们的宽松了 今天假如我见不到钱的话 这件婚事就不用办了 徐昌一口咬定 今天就要拿到 没有丝毫商量的语议 银儿 对不起 是你爸妈没出息 这门亲事 确实是咱们高攀人家的 退就退了吧 等事后 我们再托没人重新给你找一门亲事 秦姐跟夫妇 一年带头就靠重极木地 家里的粮食也只能胡靠 要他们一下拿出这么多钱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爸 你当真要毁婚的话 你教我怎么活 起来 这件事情你别管 为父自然会为你做主 我的女儿 难道还仇嫁不出去吗 没有可能的事 徐昌根本就听不进任何人的声音 现在他一门心思 就是要跟秦琳断绝关系 爸 如果你真要一意孤行的话 那我也不 欠 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相信我 放心 一定会给你爸一个满意的答案的 你不是想要订金吗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不是吧 秦琳脑袋是不是烧坏了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下能拿出来三千块 虽然我很同情这小子 但是这一次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村里没人相信 秦琳真的能够一下子拿出三千巨款 有的家庭一两年不吃不喝 都未必能赚到这么多钱 好啊 我今天到看看你拿什么给我 三千块钱 别说是秦琳 就算是我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 也是相当困难 秦姐跟夫妇 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有这么多钱 他们只知道自己儿子 早上拿衣服出去卖了 但压登没想到 秦琳居然将衣服买出了天价 给 正好三十张村长 你数数 村长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不过他还是条件反射 将钱接过数了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刚好是三千块 秦琳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手脚又不干净了 这些钱全部都是我卖衣服赚来的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看我签订的合同 秦琳掏出商场老板 韩辉签订的合同 这 村长 现在三千定金我已经交给你了 请问你现在应该不再反对 我跟倩儿的婚事了吧 这得多亏了父母连夜做衣服 要不然今天也不可能解这个围 然而秦琳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徐昌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秦琳 你刚才不是说 要带着全村人共同致富吗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假如你做到了的话 你才敢把女儿嫁给你 假如你没做到的话 徐倩还是不能嫁给你 怎么样 你敢不敢答应 这一下 看热闹的村民们都觉得 徐昌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徐昌看来这主意妙极了 这是秦琳自己夸家的海口 他输了也不能怪自己 没问题 咱一言为定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将这份约定写下来 到时候咱们按照约定办事 好 没问题 就照你的意思办 村长签订协议后 大步迈着回家了 爸妈 我有一件事要你们去办 既然答应了村长 那就要正规话 你们去找村里的权威人物李大伯 让他主持大局 我去这里请三姐出山 随后秦琳和秦铁根夫妇缤分两路 秦铁根夫妇提着礼物 到了李快家 秦铁年少有为 那为何还让我掺进来 是这样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果没人进行管理的话 那将会是一盘散沙 而你在村里的高望重 所以想请你出面来主持大局 当然 我们会按月给你付工资 你看怎么样 既然这样说了 那我就先试试 不过要是搞砸的话 你跟林子到时候可不要埋怨我 太好了 李快记肯出面帮忙 这件事情就算成了 秦铁让父母去村里请李快记 而秦铁也来到了他家 呦 秦铁你不去卖你的衣服 怎么跑我这来了 我可告诉你 我可没有多余的钱借你啊 姐夫 我不是来借钱的 姐在家吗 我找他有点事 今天到时赶巧了 你姐刚好在家 姐 这是一点点心意 特意孝敬你和姐夫的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东西 弟 你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来了 你不是说要做衣服卖吗 你那衣服卖得怎么样了 衣服全卖光了 我这次来就是跟你商量 做衣服的事的 什么衣服全卖光了 秦铁你吹什么牛 就你那衣服这么好卖 我没有必要骗你们 而且我还跟镇上商店老板 还好吧 以后有衣服直接卖给他 多多一筛 真的假的 老板怕是吃错药了吧 怎么会这么就轻易跟你合作 这很简单 那衣服的样式 在市面上绝无仅有 独一无二 你就扯吧 你几斤几两 我会不知道 就你会什么设计 你们看看这个设计图就知道了 是 我靠 你哪搞的这么多样式 你甭管我是怎么搞来的 我有了方案 这是不争的事实吧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说吧 你想要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 村民们制作衣服的水平 两有不齐 因此 我希望由三姐出面带带他们 三姐我啊 是咱们村出了名的裁缝 由我教学 大家学起来是半功倍 太好了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你先等着我的消息 等我将村里人都组织起来再说 家里现在是百废待兴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就不打扰了 还愣着干啥 还不快去送送你兄弟 哥 爸妈 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哪来的 爸 你不会打算开杂货店吧 啊 强子来了啊 你是不知道 今天一大早 来了一群父老乡亲们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带过来的 放下东西就走了 我也没办法 不是吧 爸你是说 这些东西全是村民们送的 张强万万都没有想到 秦林的影响力竟然有这么大 爸 那你答应他们的请求了吗 我没有答应 只说等你回来让你拿主意 行 我知道了 这样吧 爸你跟妈一起去下会计家 让她帮忙将大伙组织起来 我答应跟他们将事情将清楚 好的 没问题 这些既然都是他们自愿送的 送回去的话 显得生反 不如咱们将这些东西 全部都送给徐老太太 她不是开小卖部的吗 到上的进货了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既如此的话 我们赶紧给她送过去吧 爸 你还是跟妈一起去拜访李会计吧 这里的东西 我跟姐夫去送就行了 那行 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